地獄塔的20星 哈囉大家好,我是龍來 今天我們來看地獄塔的這個 二月份地獄塔的20星的通關了喔 那我自己覺得啦 地獄塔真的是有一個越來越難 看一下喔 越來越難打的一個趨勢嗎 其實前幾個月我都覺得還好 可是隨著最近的幾次改版之後 我覺得有一些角色包含上是水冷啊 或者是果仙風啊 甚至到什麼風槍手啊 等等的一些改動 都會讓地獄塔越來越難 用一些純平民的陣容率通關 不過我還是盡量可以把這個 能用非組合原武 能不要用到非組合原武就盡量都不要用 除了少數有時候真的會需要使用到風擊地以外 我真的是能不要用盡量不要用啦 不過這個月也還好 剛剛好可以在不使用任何非組合原武的情況下 剛好可以拿到20顆星星 順帶一提喔 八樓是水瓦 完完全全不想打 好啦 那我們這個一樓的三星通關條件 就是限制弱化效果一回合 以及這個 每一名有軍陣王會增加40%的攻擊力 那我所使用的陣容呢 就是這個 水精靈火格暗一變跟光格 還有我們的這個光卡烏格喔 那基本上第二條的這個增加攻擊力喔 是指對對面有效 原因是因為說 這個 我們的隊伍 這個我們爬塔陣 我們爬塔陣容啊 基本上 自己 我們是不能有任何角色翻車的 只要有任何角色倒了 幾乎 除非是在王關還可以拚一下 不然幾乎就是翻車了 然後呢 嗯 這個光卡烏格跟光犬神兩個的選擇 我會依照對面的一個屬性 跟這個通關條件來做一個抉擇 因為對面是限制弱化效果一回合 所以選擇帶光犬神是有續戰力 選擇帶光卡烏格是要控場能力 那 因為限制弱化效果一回合 代表說我們更缺乏的是一個控場能力 所以這邊選擇帶光卡烏格 那只要對面有誰的攻擊條 快要行動了 然後身上還沒有掛著冰凍的話 我就會選擇讓光卡烏格去退他的攻擊條 盡量不要讓對面去動到啦 那基本上這整個陣容都是 跟一如既往的就是 進入王關之後呢 這個破防上到這個 王身上然後就雙格硬搓 基本上 兩隻 兩隻鳥 兩隻鳥 各搓兩下幾乎再補一下 隨便再補一下就可以通關了 對 那再加上我們的這個 格里芬跟我們的這個水晶琳的控場能力 還是很漂亮的 那 那有誰快動就讓光卡烏格去做一個單控 整個隊伍來講 其實前幾樓都還算是好打的一些 也是我們都打了非常非常多次的一個關卡 那一樓就這樣三星通關就順利通關了 那再來就要看到這個二樓的部分 那二樓呢就是這個很多玩家們的老婆 我暗奧吉娜 那她的三星通關條件呢 是開場有一個免疫效果 以及免疫所有的攻擊條增加 以及減少效果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有兩個選擇 最穩定的呢 當然是封擊地 但因為免疫攻擊條增加減少 所以封擊地除了消以外呢 並沒有辦法去做到一個 提條的效果 所以這邊我選擇帶了另外一個平民角色 火皮 當然不得不說啦 火皮的話她的這個 消跟控就比較堵一點點 可能未必大家能在第一次中通關 第一次就可以順利通關 可能要多嘗試幾次 那在第一關呢 因為暗衣的改動呢 也建議大家先把暗衣去收掉 那因為光格的關係 所以暗衣其實也算蠻好收的啦 因為暗衣如果不收的話 她的被動技能會一直高速拉跳 那對我們的整個隊伍來講 也是壓力比較大的 那收掉暗衣之後基本上 因為可以控場 所以就會好打非常非常多了 那其實我覺得 二樓的王關呢 就會在等下大家看到的這個 這個第二小關 因為第二小關是我們的暗爹跟光術琴 雖然說大家可以看看我們這個陣容 除了光格一技以外 沒有任何的補血角色 不過也不要忘記了 我此一之前就一直提到 這個關卡她只是煩 她並不會難打 因為她的傷害說實在的真的不高 即便說我們沒有上到降攻 即便說我們沒有去上到什麼 衛命中來講 她的傷害都是蠻有限的 那只要先把暗爹戳掉之後 剩下的這個光術琴再慢慢打就好了 記得光格一技能可以補血 不要貪刀 如果你有任何的角色時間有點低的時候 光格就一技穩穩的去做到補血 那 呃 活著 活著才有 活著比 快速通關都還要重要 所以穩定通關就好了 不要去拼什麼 我覺得我這下戳下去就可以通關 我這下戳下去那隻魔靈就會倒了 那就去做到一個比較拚命的動作 到了王關之後呢 因為我們有帶光格 所以基本上光格只要戳到兩下就過關了 所以無論你是要拚暴走 這邊是光格戳兩下不包含火格 火格不錯也沒關係 光格只要戳兩下可以過關了 所以 剛剛就算我們的火格倒了好了 光格去硬靠她的這個 被動技能跟二技能還是有高機率可以通關的 所以 要嘛你就拚暴走 要嘛就多嘗試機 這個隊伍我自己我必須承認 她沒有辦法說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的時候 你一定可以一次又過關 那我可以告訴你一定可以過關 只是你可能要多嘗試幾次而已 好啦 那我們的二樓一樣就三星通關完畢了 再來呢是我們的這個三樓的部分 是限制弱化效果一回合 以及開場的沉默效果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好像是按鈕 那當然我本來想要帶光格 但考量到等一下會看到的陣容 跟這個我們的三星通關條件 我這邊省了帶上了暗衣跟水素妖 水素妖 顧名思 為什麼要帶她很明顯應該也知道 就是為了要她的一個 忘卻效果 那在開場的這個地方呢 因為有一個沉默 所以我們帶了一個暗衣去做解沉默 而且暗衣我覺得比水人魚好的地方呢 就是她的這個二技能還可以暈 還可以這個 退條以外呢 還是打體趴的技能 那水人魚的話 則是她的這個續戰能力更漂亮 呃 無論是哪個角色我覺得各有優力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會選擇帶上這個 有控場能力的一個暗衣去做為一個選擇 因為這場來講我們的水素妖 為什麼會選擇水素妖 水素妖跟火衣的選擇差距是在水素妖除了有忘卻以外 她還有破防她的二技能還有補血 所以她的續戰能力整體上來講也比火衣這個角色還要來的漂亮一些些 然後到了第二小關之後呢 第一小關我會優先去收掉風狼人啊 因為在水晶的控場上面屬性上來講 風狼人是比較難控的 第二小關的話呢 我會看水素妖的忘卻從頭到尾是瞄準風狼瓜來打 有忘卻到風狼瓜先收風狼瓜 沒有忘卻到風狼瓜就直接去打我們的這個 呃 光泉王 因為有忘卻到風狼瓜才能上破防 風狼瓜的改動也是讓她不能被破防之後 地獄塔也會稍微難打一點點 即便她的傷害不高好了慢慢抹 還是有可能會把我們的這個水精靈給抹死了 好那 呃 基本上第二小關就可以靠著水素妖的忘卻就可以通關了 到了王關之後就比較辛苦一點點 因為限制弱化效果一回合的關係啊 所以 呃 我們在輸出我們在控場上面可能就更重要 那 因為 如果沒有帶忘卻角色的話呢 這個 水人魚的被動技能幾乎等於每一次都可以解掉所有狀態出入控場以外 所以就 就會比較難打一點點 所以 帶暗衣還有第二重點就是因為她的二技能還能控場 那 基本上就是去靠水素妖三技能 去做一個控攻條以及忘卻 隨時隨地讓我們的這個水人魚可以保持有忘卻狀態 如果沒忘卻就想辦法把它控住 然後傷害全力灌在暗鈕身上就可以了 好這是我們三樓的這個三星通關也是一個順利通關了 再來四五六樓呢 我的陣容都是以暗死神為核心用毒的方式 這個四樓三星通關條件是每一段攻擊反傷3000點以及免疫所有的這個技能冷卻效果 恩 因為王冠會看到水跌所以免疫冷卻效果代表說我們可能不太能去做到一個 呃 除了 因為反傷 所以 像 無奇 風速士 或者像水質定 這種多段或控場角色的表現就會不太好 因為 補血角色的壓力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戴上毒就是為了避免這個攻擊的反傷效果 那暗死神的話呢 大家注意暗死神他的三技能是一個多段 雖然有暈眩 可是使用時機大家要稍微注意喔 我的使用時機會是在 第一個要嘛他是滿血的情況下 要嘛就是光派有無敵跳在他身上的情況下 我才會去使用他的一個三技能 不然就從頭到尾用二技能打到底就好了 然後第二小關的話呢 有三個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 火格沒事不要去撞紅奶衣 因為他會反傷 然後還會上毒 那再加上這個四樓的三技能寬寬本來就有反傷了 所以火格如果在破綁的情況下去出發去 很有可能一下你的火格直接蒸發 第二個 就是這個 水德魯伊他的被動技能 是要在這個 攻擊的時候扣血他才會觸發 所以如果你用毒的 如果你用毒的毒到40%血以下 他是不會觸發水德的被動技能的 那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這兩件事情啊 然後 我們的火格就是沒事去 二技能就專門去戳水德就好了 沒事不要去亂戳這個 火木乃伊 然後火木乃伊就讓 暗死神慢慢堵掉就好了 到了王冠之後呢 基本上光璇情術是完全不會動的 他只是每一次我們行動他會扣個5%血 那這當中只要你的光派 挑釁挑的好 然後 因為光派他有一個2技能無敵啦 然後光璇神有一個補血 火格有一個降攻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的話其實 只要可以穩穩的去吸收炮火的話就 就 通關上面就不會那麼的困難 然後再來就到了我們的這個5樓了 那5樓的三星通關條件呢 就是禁止所有的控場技能 以及開場兩回合的反擊 雖然說一進場就看到了這個很煩人的火先鋒 所以我又選擇決定要用毒 完全不想碰他 因為火格 無論是火格還光格 都是體趴打手 並非攻擊型打手 所以如果去用攻擊型打手的話 打這個火拳王 加上他是地獄塔的火拳王 那攻擊力之高 肯定會讓我非常非常難受 所以我就決定 我又再次決定要用毒的 這邊我也再次確定了一下這個 水石像鬼的被動技能 這邊傷害全部點在石像鬼身上 大家也不用擔心 會先把石像鬼打掉 因為石像鬼他們的這個二技能 都會讓他每一次 會從石像恢復的時候 會再補個10%血 所以無論怎麼打 石像鬼的這個死亡順序都會在最後 那火拳王就 只要有上到降攻 就不用管他了 就完全不要點他 這個暗死神也不要亂用三技能 因為亂用三技能 很有可能會不小心去讓這個 火拳王去解掉狀態 那反正我們也不能暈眩 那個暗死神三技能 唯一的功用就是幫自己體挑而已了 好啦 然後再來到第二小關的話呢 因為有風馬 風馬只要變成人形態 看到免疫 我們就翻了 所以 開場光派挑釁 光派如果沒有挑到水馬的話 我剛才是不是講風馬了 如果沒有挑到水馬的話呢 暗一變的三技能 一定要下去 一定要做冷卻 如果這兩層 都沒有成功的話 那你就只能 祈禱水馬 不要變成人形態 要不然就是重打就好 就只能重打了啦 對 那只要可以穩定的去挑釁跟上冷卻的話呢 那個暗死神慢慢毒 就可以把這個水馬跟火雷地給毒死 就可以進入到王關了 那王關的話呢 雖然說這個圍剿起來傷害很痛 不過第一個 我們有降攻 然後這個 屬性上面呢 暗代理又只會去打這個光派 那只要暗代理身上是有挑釁到的話呢 就不用擔心他的二技能去消到一個無敵狀態 那就可以穩穩的去做到一個進攻 那中間基本上就是 雖然說暗方舟打的蠻痛 但因為我們有降攻以及破防 那火格隨時隨地就直接瞄準暗方舟去打就好了 那左右小怪就讓暗死神慢慢慢慢的去毒 只要對面的行動完大概三輪到四輪 如果光派還沒有倒 基本上就已經通關 因為打了大概三輪到四輪之後 這個他的左右小怪就會被我們的暗死神毒死了 那暗死神他的三技能使用下 就是使用時機呢 就是在對面的反擊狀態都沒有了之後 再去使用三技能做到一個拉條 那中間這邊就可以順利的就慢慢磨掉就好了 而且我們這邊其實有三層保護 第一層呢就是火格的這個三技能降攻 第二層就是光派的挑釁加這個無敵 第三層呢就是我們的光全神的補血效果 真的要說我們還有這個暗移變可以去洗我們的CD 即便中間有一個操作失誤還是可以救回來的 然後在殘血的時候 雖然說暗方舟打人在殘血的時候打得非常非常的痛 但我們也會打得比較快一點點 而且就算我們剛才說了 有三層保護 基本上暗方舟也很難去秒掉我們的這個光派 喔對了 我這個講話可能會有一點點卡卡的 因為我的這個剛把玩致死啦 所以這個我的這個嘴巴還還痛 所以講話可能偶爾會就是 痛一下痛一下這樣子 所以講話可能會有一點點卡卡的 不太舒服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的這個五樓三星通關又順利通關了 接下來就看到我們的六樓了 六樓的話呢 他的三星通關條件呢 是免疫所有的無法行動效果 以及免疫所有的技能冷卻 那大Boss呢 是我們的暗大兵 暗的毀滅大師 那因為暗毀滅大師他的被動技能呢 是無視所有除了控場以及忘卻效果 可是他是大Boss 所以這兩個狀態也上不去 等於說這一關的大Boss 免疫所有的負面狀態 所以我就不帶光泉神了 因為光泉神的重點是什麼 是他有破防 那破防可以加速我們火格的輸出 可是 既然我沒有辦法去上到一個 我的破防是沒有效果的 那我就直接選擇帶來水鹿鹿了 就是增加我們的一個續戰力 一樣第一、二小關就是從頭到尾毒到底就好了 然後因為沒有反傷 所以這個暗死神沒事就 2加3、2加3去做到一個高combo高行動速 而且這個 我們的這個隊伍還有一個水鹿鹿 所以即便光泉被打好了 也是靠水鹿也是可以做到一個 不錯的續戰能力的 然後在第二關我會選擇先去收掉封殺彈 因為我們只有光泉一個角色在彈 那對面當然角色越少 我們打起來會越輕鬆 那因為火格的剋屬是封屬性 所以讓火格先去把封殺彈打掉 效果我覺得還算不錯 到了王冠之後呢 我這邊就選擇先去把蠻王給毒掉 就是這個 這個關卡我就選擇先去打小怪了 因為 反正暗大B呢 他是沒有辦法毒的 也不能上任何狀態 所以 我先把左右的這個蠻王都打掉 然後再靠 5打1的圍剿去慢慢的收掉他 我自己覺得會是最穩定的方式 然後 第二個是大家要注意喔 光泉身上喔 一定要隨時保持著 沒有無敵 就是有免疫 因為 這個暗的毀滅大師 他的二技能有一個破防 我前一場其實就是沒有注意到這點 直接 被一個破防給 這個二技能破防給收頭 就是 他破防打到這幾乎 他破防打得去有幾乎會殘血 然後 只要蠻王那時候還沒倒掉的話 他隨便打一下 可能就光拍要登出 光拍只要登出 我這個隊伍就翻車了 因為 基本上 續戰能力算好 可是因為降攻無效 我們又沒有加防 那 這個暗大筆基本上就是 一下一隻了 好啦 那打完六樓之後 我們現在已經有18顆星星了 那到了這個第七層 他的三星通關條件呢 是免疫所有的技能冷卻效果 以及攻擊的被 受到每一段傷害 會增加15%的攻擊條 那 英國王是水爹 所以 既然是水爹 如果我今天一樣 三星通關條件 三星通關的話呢 我就勢必要去擋他的 這個三技能 精靈王的回歸 可是 在七兒水爹的這個 這個 精靈王回歸 基本上 我認為啦 沒有加防的情況 他會坦不住的 所以 我就選擇 反正我現在只缺兩顆星星了 我就把冷卻給勾掉 然後讓暗異變 等一下去把水爹的 被動技能給冷卻掉 之後再做到一個收頭 然後 第二小關的話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下 就是 這個水沙彈喔 是留到最後收 而且水沙彈要一起收掉會最好 就是兩個 因為 他的這個被動技能 CD是12回合 如果12回合那枚收掉 他跳起來 基本上 火格一定倒 一定倒 所以 把兩隻血漆收到差不多 一樣低的時候 再 在接連的把水沙彈一起收掉 到了王關之後呢 就是 直接瞄準 直接瞄準這個水爹做輸出了 可能 運氣如果不夠好的話呢 火格的這個2技能爆擊的不夠多 回合拉太長的話 是有危險的 那就多嘗試幾次就可以了 我是運氣比較好 一次就通關了 然後 還有另外一個要注意的是 可以注意一下 誰的攻擊條比較多 除了火格以外的角色呢 去打攻擊條比較少的角色 避免他去 假設如果今天我的這個 火活他已經滿功調了 我還硬去打他 他一個行動 可能2技能一個破防 或是1技能一個暈倒 關鍵暈眩 可能我們就會翻車 所以 這個地方 就大家不要貪心 除了火格 除了火格的 這個 2技能打王以外呢 其他的攻擊就是 打在攻擊條最少的 角色身上 或是最不會影響的角色身上 就好了 好啦 那基本上這個呢 就是這個月的20星通關啦 那也還好我 順利的去用到了一些 就是全部都平民的這種通關 那 所有角色魔鬼的數值 也都在 這個 進場前 提供給大家了 那如果某些角色 是我那一層樓才開始用 我就在那一層樓才會 提供給大家 然後 我自己覺得啦 大家看到這個地方應該也知道 我覺得 塔塔的這個關卡 雖然說有五星角色有時候可以幫助我們 更快速的去做到一個推進 可是 其實只要你的觀念正確 就算你用的是那些平民的 圓三圓四 或者是組合圓五好了 都能夠順利的 就是利用一個正確的觀念去通關 所以 無論普塔 地獄塔 困塔 無論是哪個塔 重點是在你的組合觀念 並不一定要說用到那些很強的圓武 當然如果你要 你要非常完美的去通關三十顆星星的話 基本上 當然還是用圓武吧 就是 不要虐待自己嘛 然後看到這八樓 這八樓我也是完全完全不想打 你看 爆傷200% 每次攻擊還反傷 哇 我打他我還不能用光卡烏格 因為光卡烏格每次 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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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自己九千點 然後 我也不能毒他 那暴擊 暴擊他的傷害又會減半 然後又會解狀態 他本身還會回血 完完全全不想打了 因為 反傷也沒用嘛 因為水瓦會自己補血 然後 這個 呃 高速傷害也沒有用 控場角色除了 如果有風爹 有風爹的話 就可以考慮打一下 但是 對 完完全全不想打 之前已經 見識過一次這個水瓦的凡人之處了 好啦 那 最後就預祝大家都能順利通關了 我們的影片 大家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 大家 掰掰 下集族 我們下集參加 我們下集中 請你 下集中